Lio聊四季,天天錄星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達洛P圖倫對上賽特人 這一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的文明是選擇了達洛P圖 達洛P圖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毛兵跟象弓攻擊速度有加成 而且升級實在是會給200木頭 這個效果可以讓他的農田撒得非常怪 而且後面要補這個彈道球也是非常快速的 達洛P圖倫他的騎兵稍微不太行 因為他的騎兵路線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品種 甚至連騎士都沒有 所以達洛P圖倫前期需要騎兵單位的話 可能還是只能使用肉碼 接下來介紹一下賽特人 賽特人最大的特色是伐木技術 伐木速度是一面最快的文明 而且賽特人的攻城器 血量跟攻擊速度也是最快的 而且步兵的移動速度也是最快的 所以整體賽特人玩起來打法是非常強大的 但是以單挑的情況下來說 賽特人有時候他玩起來會有後期的科技問題 因為後期沒有強弩需要弓箭手 才可以去反制對方步兵 或者是只能用自己的鬆爛武士去反制對手 不然就稍微轉出大量攻城器 才可以當成後排主力 賽特人的玩法的話也可以打這個城堡時代奴兵 接彈道學的打法 因為他木頭採集很快 所以也很適合封建轉城堡時代弓兵 然後接續騎士 然後升頭戰術 這類打法算是賽特人非常強力的一招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現在看到HERA的地圖是在下方有黃金 右邊有果子 那上方有石頭 那看起來這兩盆黃金跟石頭會比較難受一點 那待會有機會還是要在這邊補一個城堡 或是在這邊補一個城堡 中間這裡都可以 那HERA這邊後方的經濟還算不錯的 前期還可以小微 這裡稍微微一下 微過來 那這邊稍微微石拉下來 這邊的空地還可以用 好 不管怎麼說 HERA這張圖感覺上是不錯的 正面稍微空旺一點 只要能在中後期這裡插下一些城堡 穩住這個地區應該問題不大 那YO這邊地圖看起來是比HERA來說 還要更好一點點 雖然沒有辦法直接小微 但是它的支援處都是在偏後方 像這個腹石腹金都在地圖正後方 連石頭黃金也是偏後的 只有果子是往前的狀況 所以只有YO前期的維加會需要一點 打強金式的做法 去給對方壓力 讓對方不要出門 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那WP圖人呢 他的均勻科技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其實他在黑暗時代 很容易打出三棒棒整裝甲的一個流程 那這個流程殺傷力也不錯 但目前YO這個流程 要整裝甲來說的話 稍微有點慢的 這個時間點出門的話 可能也很容易被擋下來 因為這個馬上賽爾特人就會補下射箭場 這個裝甲步兵自然就會被擋下來 那YO這邊的想法應該是直接上射箭場 然後轉弓兵的流程喔 OK這裡補了一個射箭場 因為有挖黃金 那賽爾特人這邊是轉洛瑪嗎 我們來看一下 點了映龍一幕 好這裡也是轉射箭場 因為HERA這邊是有偵察到YO的 這邊是補射箭場 唉唷 萬一又是直接升級給200木的效果 直接補第二個射箭場 要來打雙射箭場出小弓嗎 那是因為一個人挖金的關係 現在沒有太多的黃金可以繼續補弓兵喔 這裡要補些毛兵 好那前期其實也不太能補太多的弓兵喔 因為HERA這邊有偵察到 毛兵速度應該是會補很快 好下方再補了一個兵工場 好存下一擊射 先把這個一擊射點下去 後面開始灑農田 經濟配置配得很不錯 這個黃金沒有太早挖 因為其實打雙射箭場 有時候玩家們會想要趕快把目標 挖到八個人或九個人挖金喔 所以造成前期的經濟資源調配會出現問題 但YO這邊很穩啊 這件事完全不急不慌 去慢慢的點下自己的經濟配置 好雙射箭場是一個比較偏難的流程 而且很容易被對手擋下 因為對方往往只要一個單射箭場 等一下一攻一防 基本上就能守得住了 除非YO這邊全爆毛兵 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該不會真的是要全爆毛兵了吧 這裡毛兵速度來到了八隻 而且YO這邊的毛兵優勢還有攻速加成 所以這邊一直對打的話 YO應該是不會打輸給HERA這邊的毛兵才對 但是HERA這邊使用自己的圍操 換掉了YO兩隻戰毛兵 但是毛兵遇到弱馬還是有點無解 還是要靠攻兵稍微去反擊一下刺猴 這裡毛兵繼續補 哇真的變成槍毛怪了 現在真的是越來越多的高手使用槍毛前壓這個戰術 以前如果我們在找個大概四五年前 打這個槍毛怪的話 大家都會說 你不是敗彈亭就不要打槍毛怪 沒有出黃劍兵前期的壓制力不夠 但沒有想到現在的職業選手 打這個槍壕戰術已經不分文明了 想打就打 只要能給對方殺老刀 給對方一點壓力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HERA這邊點下了城堡賽 這裡三級非常快 果汁也吃軟 這個就是地圖優勢了 稍微小微一下 經濟就上去了 好但是現在YO 有這個毛兵數量上的優勢 現在一發就是一個毛兵 所以有點危險了 YO這裡要不要再補個馬舊呢 那有一陣城堡時代 轉一下騎士出來 扛一下這個情況 好那這裡看要不要找機會補個黃金 還是要直接轉戰毛兵呢 這邊轉戰毛兵的話 投資成本好像有點過高 但是以現階段需要活力的情況下 還是要升級戰毛二級射 然後轉騎士會比較好 這裡被收掉了一隻村民 這裡按騎士不按戰毛 戰毛升級沒有要補 繼續按一般的毛兵而已 騎士一出來還是能解的掉 只是暫時沒有辦法用毛兵阻擋對手 現在家裡的經濟狀況還是會被騷擾到 哇又要死一村啊 還有這邊被抓兩村有點小虧 但是馬上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開始來補正一下村民的烈士 好這時候YO也升級到了城堡時代 YO這邊就沒有機動性的單位了 哇這邊是直接上城堡時代轉三軍營 然後直接打出軍營半價科技的效果 裝甲步兵只上常見兵 護衛技術完美 這樣科技就全滿了 而且裝甲步兵的傷害 現在是六點 待會常見兵變九點再加一攻十點 跟一般的騎士傷害是一樣的 那Hura這邊看到這個情況 通常是要直接轉奴兵 或者是轉奴炮 或是僧侶會比較好擋一點 再繼續用騎士打下去 可能會打到資源有點不太平衡 甚至會有斷寸的情況出現 Hura這邊是決定先點了一個二級射 增加一下城鎮中心的傷害 好 從天秤走進來 看到僧侶選擇撤退 後方補下了投石車 哇靠 在賽爾特面前 秀投石車 這就是意味著 欸 我不怕你伸頭 那我就來打伸頭 好 但是Hura怎麼能忍呢 在我賽爾特面前秀投石車 看來是相當我自信 才會打投石車這個單位 好 後方這根城堡能建起來 待會城堡建好 就可以考慮轉一下鬆爛武士 但是鬆爛武士的造價成本 比長劍兵還是貴了一點 正面互打的情況下 現在還有數量上的劣勢 YO三軍與長劍兵首斯城鎮中心 有6嗎 好 打一打又撤退 好像有點猶豫不決的感覺 好 下方的工程器製造所 終於在產生投石車 Hura這邊轉出了3TC YO是雙TC NO 然後轉大量的長劍兵 殘寶時代 20隻長劍兵爆 好 加上兩台投石車 這個壓制力非常的十足 正面的話 Hura暫時打不太贏 一定要投石車去 盡可能把長劍兵的血量打低 這一波YO可能要直接上 好 死也要把這個 投石車給拿下 好 投石車不敢亂砸 所以應該是被追到死 好 長劍兵原地開打 好 不管你這個城鎮中心了 進去裡面就是一頓輸出 好 但是Hura後面也轉出了一些收藍武士 偷抓後面投石車效率非常的好 全部收掉 但是問題是這些農田的長劍兵打得有點痛 還好Hura這邊有二級射 這個城鎮中心射長劍兵的傷害是非常舒服的 OK 那現在剩下殘血的8隻長劍兵 待會再出一些收藍武士應該就能解得掉了 好 但這邊有可能要再抓個幾村 哇 又兩村被抓掉 Hura這邊已經被抓了12村了 村民差距卻沒有領先 60村打68村 Hura的村民處還是領先 經濟也是領先 YO這一招打到自己的經濟有點不太好 但他如果不打兇一點的話 可能更沒有機會 好 這一波確實有抓到點事情 讓YO的村民術跟Hura這邊有稍微拉近的狀況 好 打了P2長劍兵暴 這個打法相當有趣 但是還是被Hura給守住了 所以暫時應該不會再繼續開打了 兩邊應該會選擇一個3TC回農 然後待會帝王再來決戰的一個策略 好 這邊收藍武士往前 這裡招翔看一下 OK 招到了一隻滿血的松藍武士 好 三隻僧侶過來招翔 但是被斷招翔 因為那隻長劍兵被打死之後 招翔就會被斷掉 好 兩隻長劍兵被招了 接下來Hura這邊應該還是要繼續轉農 然後打松藍武士 後期可能不能打奴兵 可能要轉更多的劍兵 或是自己也轉這個劍兵勇士 打打羅P2可能也OK 但是如果Hura這邊打了太多的近戰單位的話 待會打羅P2人轉出烏之鋼 還有這個邊劍兵的話 會變成Hura會變得很難打 這邊Hura這邊要思考的是 收藍武士能打多久 還有要不要轉裝甲 裝甲這個劍兵的升級 是待會Hura帶來中後期的一個選項 如果是要打對方的邊劍兵的話 或大量步兵 Hura這邊也可以選擇奴炮開局 奴炮直接壓制步兵是效率非常好的 但是WP2本身後期又有火炮 所以整體來說Hura的後期的終極選擇 可能是收藍武士搭配投石車 奴炮 然後用收藍武士去抓對方的火炮 會圍加這個打法 這邊直接一個大包圍 讓這邊長劍兵一進來 直接讓城鎮中心無情輸出 順利收掉這波長劍兵的衝刺 OK Hura這邊利用自己的手術 讓YO這一坨的長劍兵做不到任何事情 直接暴斃 現在分數已經差了1000分 那以經濟來說的話 現在YO是輸給了Hura1700的支援 Hura這邊點帝王時代 待會就來看一下Hura帝王時代會怎麼打 點帝王時代的時候 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再稍微補正一下自己的經濟 也確定這個胖可以安全的採集 好 YO這邊也升帝王時代 上方補了一個城堡 加里也補了一個 邊界兵囤了5隻 看來有意識到邊界兵可能是 現在打賽爾特人一個比較好的選項 那當然也是可以打相公的 但是相公這個單位呢 造價非常貴 而且要一次擋下這麼多的松懶武士的話 也不太容易 最近人家移動速度很快 好 但邊界兵只要編到一下的話 數量一多 邊界兵的威力就可以起來了 甚至有機會打得贏松懶武士喔 好 現在數量來到18隻 通常15隻左右 就可以發揮出邊界兵的效果 邊界兵第一下 用這個增傷效果 8加14點傷害 而且呢 是有擴散傷害的喔 所以待會邊界兵 最喜歡打這種 松懶武士全部聚在一起的單位 邊下去一定非常舒服 但是前提要邊得到 畢竟松懶武士走的是比較快的 好 我要點下了邊界兵的精銳升級 這一波有機會邊到嗎 HERA這邊差一點打破 好 看到邊界兵過來 這裡高打低邊一下 收藍武士瞬間殘血 哇 這個編輯的效果非常給力啊 好 這裡趕快往前 HERA這邊看到 哇 這個大量的邊界兵 直接鬼轉了投石車 而不是奴炮 投石車能應對的東西就很多了 不管是要打步兵啊 或是要打裝甲戰相 都是相當適合的 甚至有機會的話也可以投到對方的火炮 如果YO2的火炮沒有控好的話 那YO這邊看到投石車 一定要趕快去轉出化學來 對啦 看一下化學哪時候會補 好 這邊補一下城堡 守下門面的部分 好 重型投石車直接升級好1分30秒 HERA這邊好像在練投石車啊 感覺他最近的影片蠻多 投石車登場的畫面喔 而且還不是一般的中投 而是重投啊 好 那剛剛有這個 一索比亞的 HERA的 眾生平等戰術 現在換成 賽爾特人眾生平等啊 哇 這個 尷尬 YO這個 尷尬了 好 補一下無之鋼 有無之鋼的話 就可以無視敵方裝甲進行攻擊 但是對投石車這個單位是沒有用的 好 送藍武士 配投石車 YO有要去補化學嗎 好 剛剛損失了一波邊劍兵 這一波邊劍兵 至少要做到一點事情才行 好 半邊劍兵過來 看到這裡挖黃金村民 好 冰一下 哇 村民直接暴斃 超高傷害 好 現在對方是投石車大隊 這個怎麼沒有編到的感覺 OK 630滴 沒有減少 好 邊劍兵 開始手撕城堡 YO這邊拉了幾隻邊劍兵 去反制松藍武士 松藍武士血量掉得很快 辛瑞邊劍兵的傷害非常高 10加19 好 點下了城堡 可以打底下單位的科技 暫時這個城堡就沒問題了 好 這一坨邊劍兵直接被投石車一砸爛 黑羅這邊投石車繼續轉出工程器單位化學還有充測的升級 二攻也補下 三攻待會也要馬上補 好 這根城堡就還是修好了 好 不是修好 守住了 好 又一坨邊劍兵走了過來 掛掉一台投石車 投石車砸自己人砸得很痛 家裡的邊劍兵 可以用松藍武士稍微反擊一下 好 但是這裡又一坨邊劍兵走得過來 反彈 這一坨村民要被編了 哇 這個血掉得很快 哇 直接損失三存 好 歪歐現在是邊劍兵 瘋狂騷擾戰術 那赫羅這邊還在提升科技 點下了草藥治療 讓這些松藍武士可以進城堡補血一下 補了一個巨型投石機 打得有點偏後期了 時間來到了44分鐘 兩邊沒有大規模的進攻 歐歐這邊是補下了巨型投石機 開始慢慢攻城 賽特狂樂有機會升級好嗎 會不會退款嗎 再兩發 95 96 97 99 哇 在緊要關口時候 中午研發好了 撒歐特 狂樂 血量來到98滴血 這個投石車坦度又再上車了一些 好 黑羅這邊點下了衝撤升級 還有三級攻 後方的邊界兵開始在亂邊 但是黑羅的城堡其實還蠻多的 待會再點下銀罐技術 可以增加城堡的攻擊速度 所以黑羅的城堡其實也不算弱 只是沒有三級射 射程短了一點 傷害也差了一些 但是攻擊速度是很快的 而且點完銀罐技術之後 步兵還可以在城堡附近回血 所以整體來說 這個銀罐技術還是能用的 好 這一波應該是要直接上前了 後面的邊界兵 看起來是要被解掉 雖然我是直接上前 好 這邊又有一些邊界兵走路過來 挖揚的打法是 多處邊界 騷擾戰術 後面這根城堡最後沒有蓋起來 黑羅的村民有點被邊界兵 邊到生活無法治理了 村民數只剩下102村 好 這裡城堡終於蓋好 趕快收村一下 好 邊界兵這邊直接往前邊 邊掉了大量的松蘭武士 松蘭武士直接死了一片 我們稍微倒回去看一下 發生了什麼事 好 邊界兵往前 直接互邊 哇 第一時間邊倒了非常多的松蘭武士 後續的打法 打得有點快五五開啊 最後還是松蘭武士 拿下這一波的小會戰 好 現在YO的邊界兵 還在繼續量產 現在是四棟城堡 轉邊界兵 那下面這棟城堡 是負責產巨型頭巨型 只要守住這塊黃金 YO的優勢可以再繼續破大 但是YO並沒有想要 把所有的兵力聚集在下方 因為不想要跟重頭去做決戰 再做一個分推動作 那珂拉家也是補了非常多層寶 做防守 暫時應該不會被騷擾太多財事 好 這裡直接手撕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 這裡投資車高斯炮砸一發 預判成功 這個一發砸下去 但是你能躲得掉第三發 第四發嗎 看起來YO的邊界兵要躲起來 還是相當不容易的 好 結果裡面這裡的衝車可能要被衝爛 HERA這裡正面能夠打贏嗎 邊界兵其實要破陣很快速的 YO這邊省下來的黃金非常多 還有兩千多塊的資源 好 結果巨型頭巨型被YO的巨頭給反制了回去 現在HERA家裡一直被受到騷擾 沒有辦法正常出門 這裡又再次分推的邊界兵過來了 一直有分推動作 好 YO這裡稍微停一下 再屯英撥兵 待會再繼續進攻 HERA這邊有投資車的火力優勢 但是不太好打正面 雖然正面有收藍武士可以擋 但是現在黃金其實不太夠 要謹慎一點 好 這邊直接打兩邊 兩個T字型 結果直接衝了過去 這裡要再預判一下 哇 又剩一隻 好 投資車往前 直接砸掉兩台巨型頭巨機 YO這邊只是損失了 也是兩台 好 終於換成HERA 能夠有機會把巨型頭巨機架起來 但是家裡已經被邊界兵一直瘋狂燒 現在不分一些兵 在家裡的話有點困難 這些衝車現在反而沒有事情可以做 這裡又有一頭邊界兵過來 但是HERA又再次預判成功 又砸掉了非常多的邊界兵 後方邊界兵也是到處 多線騷擾當中 正面的石頭反而還被挖走 現在HERA有點寂寂可為 但是HERA還是進攻那一方 只要這一頭被解掉的話 可能就沒救了 但是YO這裡暫時沒有想要去 跟HERA大決戰 反而是繼續走多線操作的部分 HERA的重型投資車 這個黃金吃的非常的重 所以只要能多控點黃金 讓HERA的重頭 一波被帶走的話 這基本上就十拿九穩了 換成上方這裡 假期巨型頭巨機 這邊集結一波 YO終於補下彈道學 還有化學 這兩個重要科技終於補下了 好 兵建兵 現在HERA不敢打 跟兵建兵對打 兵建兵的傷害實在太高 這波要小心 HERA這邊的主力一一就是投死車 只要投死車保護得好 基本上HERA就不會輸 所以這邊是關鍵 又是一大挫的步兵 好 兵建兵上來 這裡衝車想要解巨型頭巨機 投死車把兵建兵給逼退回去 哇 上面有一波防守漏洞 收藍武士往前 右邊直接預判成功 砸掉右邊的兵建兵 上方的兵建兵直接正面突破 收藍武士往前 想要擋住兵建兵 也成功擋住 三台巨型頭巨機順利拿下 哇 這裡的兵建兵 又被反打了回去 威爾的村民處只剩下108吋 經濟上來說 要打贏這個正面還是很困難 好 兵建兵這裡再次嘗試反推 這裡要轉一下火炮了嗎 出攻城7製造所了 好 火炮趕快 完蛋了 衝車來了 HERA這邊終於有機會可以進攻 好 有火炮 可能結果就會不太一樣 好 邊界兵加上巨型頭巨型 拆城堡的效率非常快 我要繼續把這個邊界兵 往邊的地方拉走 看可不可以空到下面這一坨村民 好 正面集結點有點射的怪怪的 看可不可以直接射在家裡 待會再囤個一波往前 好 下方這邊蓋城堡 村民直接選擇放棄 往回拉走 好 YO想要賞錢 但是同時車一舉我再看 還好 YO臨時拉走 好 這邊開始用火炮 好 先拆除外圍的巨型頭巨型 還是要預判一下重頭呢 這裡要小心重頭打一發 但是這裡 YO沒有往前 HERA沒有預判到 這裡火炮砸了一發 半血 往前砸 但是來不及打出第二炮 兩台火炮直接被解掉 現在HERA還是擁有主動權的優勢 頭巨頭全部砸到上面這一坨 完了 然後這裡的邊界兵也送我差不多 但是YO還是沒有放棄多獻騷擾 好 生命的部分 YO還是可以打火炮再出來 就有機會 因為HERA已經黃金歸零了 現在只能靠聖物的黃金 去治理生活 但是YO也是 YO也把僅存的黃金 都留給了自己的火炮 好 火炮直接預判一個 成功打掉一台 來 第二台有機會嗎 好 正面的巨型頭巨機 終於拆掉了城堡 YO家裡正面 沒有辦法有太多命力可以擋住 現在YO想要從側翼攻擊 火炮直接死光 火炮直接死光 YO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沒有想到遇到火炮的情況下 HERA的賽爾特重頭還是可以成為主力 應該算是 YO這個邊界兵送的有點太多了 畢竟出了371隻的邊界兵 那HERA則是出了157隻的收覽五四而已 那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 是由HERA拿下經濟上的勝利 來支援贏了快到8000左右的經濟 聖物 則是拿到了五聖物嗎 太狠了這個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喔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